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灵魂是实质存在的 利益可靠的证据就是 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人的外在身体反照神的荣耀 然而人的灵魂更是神的形象的主要彰显 我们的身体与禽兽有明显的区别 表明我们比他们高贵尊荣 我们与神的关系更亲密 外邦诗人说 其他动物都是屈身看地 只有人向上仰望 向天观看 面向众星 我们不否认人的身体优于其他受造物 然而人比其他动物高贵尊荣 主要关键在于 神的形象与外在身体的彰显 是因身体与灵魂合而为一 因为神的形象是属灵的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与样式被造 关于形象与样式 二者是同一词 后者是继续简 是前者 希伯来文的潜词用字 常常重复表达两次 这是众人皆知的 此二词合在一起 是要表达人是像神的 所以在第27节重复两次说到 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 没有再提到样式 在《创世纪》9章6节也是如此 人的灵魂与身体都反映神的形象 神的形象这个词的含义 包括一切人之所以为人 超越其他受造物的所有方面 因此神的形象 是表达当初亚当被造时的整权 涵盖他的理性悟性 感官情感 意志良知 广义而言 神的形象是指整个人 身体也彰显神的荣耀 狭义而言 神的形象主要是在灵魂 有认知功能 与真理的人意圣洁 这使得人 远远在其他有形体受造物之上 天使是灵界的受造物 将来我们身体复活之后 会像圣洁天使一样完美 当圣经说到 人是上帝的形象时 这表明神赐给我们的恩典 是何等的奇妙丰盛 人比天使领受的恩典更多 因为天使犯罪堕落 并没有救恩 上帝并不救拔天使 乃是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 失丧的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